今天的影片短到靠杯 各位好我是晚熊哥 那今天我們剛剛才做更新 在3點半的時候做更新 還卡了一下 那今天只有兩件事情要講 第一個事情就是我們 KC杯開打了 對 那等一下我就要用我的雞巴牌直接給他打一波 第二個事情就是今天的最大重點 關於部分卡牌發布時的限制規則 也就是說 其實KC之前就已經有這個部分了 像之前的 那個叫什麼 死者蘇生在發 發行的時候就直接給他限一了 對 那他意思就是他更強調這一點就是以後出的卡如果他覺得太誇張他就會直接把他限制 對 所以他寫得很清楚 受影響的卡片是UR卡重鏈裝融合 然後發布錄期待4月5號然後適用式限制一 其他都沒有調動 對 所以 他是這樣寫 原因是 Duelinks的初期生命值4000點而言 游戏王官方卡牌游戏的卡牌中有部分卡牌的效果需要特殊考慮或未進行調整而導入 則可能影響遊戲的平衡性 因此不能直接導入的卡牌的存在 趁將這些卡 新導入Duelinks之際 我們經過重新考慮對遊戲的平衡性造成的影響後 決定在適用的信憲卡票狀態下發布 也就是 他 講那麼多 簡單來講是他覺得太OP的卡 他要先砍再把他放進來 他不會先讓你用了 他已經先判斷這個卡太誇張了 對 好 那這一次被放進來 直接被限制的卡是這一張 在基本道具欄裡面 點進去 交易這邊就有一張現衣的 有看到嗎 重煉裝融合 對那這張是煉裝的速攻魔法卡 對 那他的這個 效果是 從我方手牌場上 將由煉裝融合怪獸卡 規定的融合素材送入目的 從額外牌組融合召喚一隻融合怪獸 那因為煉裝我自己剛好有在玩 對但是因為我沒有操作到本家的大哥 所以其實 我都是用那個三童那張很強的一張 R卡去灌別人 對那有了這張卡應該 可以也還蠻不錯的 對 那大概講一下煉裝是怎麼玩 我自己之前有組啊 我去查一下 好像我才好像才剛完完沒多久 對沒錯我剛打 我是搭召喚師的煉裝 那因為煉裝他可以這個 他可以就是炸場上一張表測 然後從牌組把一張 煉裝的魔法或陷阱到場上蓋放 那你就可以蓋剛剛的速攻魔法卡 但是速攻魔法卡是在蓋的那一回合是不可以使用的 對 那基本上煉裝的打法主要還是要 還是要抽到他的大哥啦 煉裝的這兩隻 萬榮萬榮是直接把對方當成裝備卡 是一個很強的結賬款 而且他的效果是二速發動 對我記得是二速發動吧 與對手回合僅一次 可以場上一隻效果怪獸為對象發動 該怪獸被視為裝備卡 裝備在此卡 那另外一隻就是煉裝的本家大哥 那可以我放目的的兩張煉裝卡牌 及場上的一張卡牌為對象發動 將目的的卡牌返回到牌組 並將場上的對象卡返回至持有者 因為煉裝你你融這一隻基本上一定會用兩隻去融 所以你就可以把那張卡返回到牌組 然後直接彈對方一張牌 第二個是蘇生效果 斯卡從場上被送入木地的場合 挑選我方 額外牌組一張表測表示的 煉裝中百怪獸或我方目的的一張煉裝怪獸特殊召喚 他可以有蘇生 所以這一張是強力的結場 對 這一張是蘇生 那他的主攻手其實是這一張 三桶 我方的煉裝怪獸攻擊首位表示怪獸使 可以對手超過其 數值雙倍的戰鬥傷害 所以你很容易就把對方灌死了 所以為什麼大家被召喚是 因為用搭配炎招還有這張三桶 就是一個很強的一個很恐怖的一個 combo 斯卡從場上被送入木地的場合 可以一張場上的卡牌為對象 發動破壞該卡 不但有貫穿兩倍的效果 還有可以結場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一張根本是假卡 我覺得他至少要有SR 對 那煉裝的話搭配這張速攻限一 對 那我覺得限的是他有他的道理啦 因為 我好像還沒 除了電子 像電子龍 有速攻魔法卡 好像其他的還沒有遇到有速攻魔法卡的 速攻魔法的融合卡 對 要嘛就是結束階段他會爆掉 對 就是 那種沒有副作用的 好像比較少 對 好 那 大家就可以乖乖的打KC杯吧 我要來去吃拉麵了 是 油 可以 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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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